米娅和冬冬顺利买到了塔伦最喜欢的水果蛋糕 赶快去影视城把这份惊喜带给她吧 虽然顺利到达影城 可影城大门关得紧紧的 他们能顺利叫开门进入影城吗 我们找找其他门吧 好注意 我们走 到底是谁啊 开了门没人谁在恶作剧吗 东东我们好像又错过了 人都走远了 没有人 我们要想其他办法了 来来回回都进不去 米娅决心使出终极绝招 爬树 哦不 爬干 啊哦 米娅看上去好像有点恐高 门太高了 米娅下不去 这边上不去 米娅决定听东东的建议 再从另一边试试看 看来是到不了影视城了 果然还是失败了 米娅决定今天还能静地去影城吗 不开心 别着急 你看旁边的栏杆 你太聪明了 东东 还有米娅 米娅在东东的帮助下 成功从边上的铁栏杆 进入影城 还给东东开了门 成功进入影城的米娅冬冬 马上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影城实在太大了 米娅冬冬 来了一个看起来很善良的车夫 你们可以问问他呀 这或许多偷走 打开钮 放开赎钮 真的是个善良又热心的车夫 他骑车带着米亚登东去找塔林 这一次没费什么力气 米亚和东东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走 走走走 谢谢你 伙计 我们走了 糟糕了 米亚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忘了拿蛋糕 我觉得我们好像忘记了什么 忘记什么了 蛋糕 蛋糕不见了 落车上了 两个糊涂虫终于发现自己丢了蛋糕 可是车夫早就走了 眼看塔伦就要梳妆完毕 米亚和东东该怎么办呢 塔伦听到了米亚东东的声音 可是他回过头什么也没看见 他有点失望